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做一個簡短的介紹 就是結石病房的團體味教 那其實在華東地區發生結石的機率很高 那在我們病房也很常見 尤其現在天氣很熱看很大 如果水分攝取不足的話 也很容易有結石的問題 那以下就是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來跟大家做一點簡短的介紹 那什麼是結石呢 它是有腎臟分泌的結晶物 那它會發生在你的腎臟、疏尿管、膀胱以及尿道 那以上這些我們都通稱為尿路結石 那有哪一些人比較容易會得到這樣子的問題呢 像是30歲到50歲的中年男性 那最近職業父母的發展率也有快速成長的趨勢這樣 那再來就是像剛剛有講到天氣熱、粗汗多 如果你水分攝取不足的話 也很容易造成結石的問題 那再來如果你的家族裡面也有人有結石的問題 那得到結石的機率也會比較高一點 再來就是可能從事駕駛的工作 或者是你需要酒桌辦公室啊 或者是在外面都分吸走的煙霧園 然後因為那個會憋尿、水分補充不足 也很容易引起結石的問題 再來就是飲食部分 可能你吃的太鹹、含乾量很高 或者是有海鮮 尤其是不愛喝水的人 這些發生結石的機率也很高 但再來比較特別就是可能 你有經常盤藥不順啊 或者是反覆的泌尿道感染 還有新天新尿道激情的人 也比較容易得到結石的問題 那當有結石的問題 你會有哪一些症狀呢? 剛開始結石其實是沒有感覺的 但是如果你有尿路阻塞 導致腎水腫的話 就會引起很嚴重的腰痠、腰痛等等的狀況 那因為我們結石它會在我們尿路中移動 那它會刮傷我們的整個尿路系統的黏膜 也會很容易導致出血 就會出現我們肉眼看得到的血尿 再來如果我們結石的位置 在比較下段出尿管的地方 但因為會受到刺激 就會有急尿啊、頻尿啊 或者是尿不出來的感覺 那這些問題也有可能是結石的狀況這樣 那最嚴重的就是尿路結石 再加上你長期有嚴重的尿路阻塞 因為尿尿都沒有排出來 所以很容易會導致細菌之生 它會流在你的腎臟 會引起腎水腫 那時間久了的話就會造成腎功能受損 那有一些比較嚴重 如果腎臟發炎 它和平會有發射、寒戰、頭暈 全身無力或者是食慾減退症的狀況 嚴重到也會引起半血症 會影響到生命癌症的問題 那當有底傷症狀的話 來看醫生 那醫生就會先做 我們尿液常規檢查 先留你的小便 看看裡面有沒有前覺反應 來速度判斷有沒有結石的問題 那再來會做腹部的S光 像這樣子 這S光上面就會看到有石頭 但是其實並不是每一種結石 它都會出現在這個S光片上面 如果說顯影不清楚的話 醫生就會再安排靜脈剩餘攝影的檢查 那這個檢查它會在靜脈先注射顯影劑 然後再拍一系列的S光片 就像這樣 也會看到我們結石的位置還有大小 就會讓醫生更確定 你有沒有結石的問題 那剛剛有講到 如果石頭阻塞到你的尿路系統 會造成腎水腫 那醫生也會做一個超音波的檢查 看看你的腎臟是不是有水腫的問題 好 那當以上有這些症狀 有確定有結石的問題以後呢 我們就會開始治療 那如果結石是小於0.4公分 它大多有90%是可以自己 從尿尿排出 所以就只要大量喝水不要憋尿 其實這些石頭它都會很 就是會比較快排出來 那再來如果說你的結石 腎臟結石小於2.5公分 或是輸尿管結石小於1公分 那醫生就會考慮用 體外症波碎食肌的方式來處理 那像這個就是我們醫院的 體外症波碎食肌 這個的話就是躺在這個上面 上面這個是S光 它會看你石頭的位置 然後需要打的位置就會貼在這個 圓圓的這個上面 那它雖然是用撞擊的來把那個石頭擊碎 但是它這個撞擊的力道不會很大 它就是像橡皮筋彈到的感覺一樣 就是不會讓你有很嚴重的不舒服 那這個躺在上面25到30分鐘左右就可以起來了 那回去以後呢就是可能會有一點血尿的問題 那這都沒有關係 只要多喝水讓石頭排出來 就就會好一點 那但是如果說你體外症波碎食的效果不好 石頭還是沒有掉出來 那醫生就會用塑尿管鏡取食的方法 那這個手術呢它就是用塑尿管鏡 然後從尿道到膀胱再進入到你的塑尿管裡面 然後用碎石器或者是雷射的方式把石頭打碎 再把石頭取出來 那這個手術完以後不會有傷口 但是你回來以後會放尿管跟雙溝導管 尿管通常會在隔一天 醫生評估完如果沒有很嚴重的血尿就會拔掉了 那雙溝導管就是等出院以後 如果出院以後回門診 醫生也會再用膀胱鏡的方式把那個導管移除 所以這手術完以後是沒有傷口的 那再來如果說你的石頭是大於2公分 或者是比較大荷爾路角狀結石的話 醫生就會考慮用這個筋皮腎道樓取食的方式 那這個手術呢 他就是用像珍珠奶茶粗的吸管 從我們這個手插腰大拇指的這個位置 打一個洞 然後一樣把石頭擊碎再把石頭拿出來 那這個跟上面這個的差別就是 腎兆樓取食回來這邊還會放一個管子 那一樣是手術完隔一天如果沒有嚴重的血尿就會先拔尿管 那再隔一天會先做個檢查 看看你整個尿路系統有沒有通暢 如果都ok 醫生就會把腰的管子移除 那傷口狀況ok 尿尿的排尿也都沒有問題 一樣住院3到4天就可以出院回家 那也是回門診以後再把裡面的雙溝導管取出 那以上就是我們治療 再來要教大家怎麼樣去預防這個尿路結石 如果說你有以上這些問題也有處理過 手術完以後醫生都會太恐怖的止痛藥跟抗生素 那大家一定要記得要把抗生素吃完不可以自己停藥 那回去以後呢就是要均衡 均衡飲食 就是不要說你喜歡的東西吃的特別多 或者是你不喜歡吃的就都不吃 就是要均衡飲食 也不要吃太多不要吃太少 再來比較重要的就是建議大家每天要喝2000CC以上的水 但是剛剛有講到現在天氣比較熱 如果說你是要長期在大太陽底下工作的 或者是你平常流汗就很多的 那一定要再多補充分分 這樣才能夠補足你流失的汗水 再來要維持良好的運動習慣 像是慢走啊慢跑啊這些活動都可以 那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按時回門診嘴中 你可能有結石的病史 或者是家族裡面也有結石的成員 那一定要記得可能有不舒服 或者是有空的話還是要來給醫生做一下檢查 這樣才能夠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那以上就是我簡單的分享 謝謝大家